我是王正 严谋师两位已经提前跟大伙见面 咱们的老朋友刘悦 岳哥你好 你好王正 另外一位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五星足球做客 但同时应该说在咱们五星体育和五星体育频率 一直有解说评论的刘大祥 大祥你好 你好王正 可以说刚刚过去的一周 无论在中超联赛 亦或是在上一周的亚冠联赛 包括这一周的周中的亚冠联赛中 生花跟上岗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故事 而在今天关于生花队这边的伤员情况的最新消息 也会在节目中给您会带来 那这边我们先问问岳哥 也做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得比战 这场得比战 它最后的结果跟你的预期 包括过程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这个比分是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跟之前赛前想的 毕竟是这个上岗第一场就是一个8比0 而打这个生花在打这个长春的时候 打了1比1 再加上特别是人员之间的这个对比 我觉得可能2比0相对来讲 还算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比分了 所以在这点上 我觉得好像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但比赛的过程 生花要远远高于我的想象 因为很可能我觉得生花在控球比例 在一些数据当中会处于一个完全的下风 但是赛后来回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倒是感觉像是在前两次 得比联赛当中交锋当中 好像数据是最好的一次 这有点让我意外 是应该说从过程来看 生花队其实一度有机会来提前取得破门 但可惜 临门一脚的把控稍微浅缺一些 大祥职业生涯是出自于生花清训 那么这场比赛应该也是在现场 给五星区评论来做的解说 怎么来看待这个比赛的过程和结果 我觉得这场比赛 可能没有预期的 以往的那些得比那么多火爆 包括整个过程那么多火爆 然后我觉得但是也非常有内容 因为像刚才岳哥所提到的 整个的前面30分钟 我觉得生花打得非常有内容 非常棒 也限制了整个火尔克跟奥斯卡的 这样一个进攻线的两位主力的发挥 把他们逼上了 整个是回收到自己的半场来拿球 包括当这些吴蕾 包括奥斯卡拿球的时候 很多起码要两到三个防尔队员 在进行一个夹抢跟逼抢 就是说整个限制了 上岗一度我们可以看到 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攻破生花的防线 确实 当然这样的一场得比战 可能从这个话题上 从过程到结果 有很多内容可以去更新探讨 那咱们这边会进入到 今天这个第一个板块 五星大嘴巴 里边内容非常的详尽 我们在开完大嘴巴之后 再回到门连博士 过去的一周 以两场亚冠拉开比赛的大幕 首先来到韩国 客场作战的生花 在伤病与赛程的双重压力下 无奈只能派出一套 令人有些陌生的替补阵容 这让不少球迷都为生花捏了一把汗 放弃亚冠 全力备战得比 不存在的 比赛中 生花不仅没有崩盘 还在落后的情况下 扳平了比分 屡线神扑的李帅 更是表现惊艳 贴兵少将 艰难拼下一分 在亚冠赛场 生花依然有着不小的出现可能 就那场比赛吧 我是跟我老婆亲自到韩国去看的 我觉得在客场 能拿一分我们是很满意的 对手相对来说是比我们强 那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的运气也不错 拿到一个点球 拿到一分 比我们预料到时候要好 毕竟能够在客场 能够战平 水源 还是很不容易的 烧了很多病号的话 情况下 韩国平常一分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觉得两个主场亚冠的比赛 能够赢下一场的话 生花在亚冠的出现 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明晚生花就将在红口再次迎来 水源三星的挑战 客场拿一分的他们在主场 显然希望能够占据主动 并拿到分数 时隔七年 再遇老对手 水源方面也对于 身花这支球队 有了新的认识 2011年 Plaid 当时一次游戏比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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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这时候 它绝对赛最终的一场比赛 如果有场比赛 特别也更加有所在 现在 比赛更大比特别的锁 既然加了一场比赛 等于与其他一场比赛 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要走出了韩国 然后跟一些亚洲其他优秀球队来进行比赛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国球运区了解我们雪原深圳球员 了解雪原深圳球员 然后包括比赛 主场作战的上岗在双线都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势头 不过密集的赛程也让球员不可避免地产生疲态 对于上岗做足了功课的卫山箭带 就抓住了上岗后防漏洞 两度为球队打开局面 好在奥斯卡在比赛中 将敌不动我不动贯彻得隐移尽致 他两度在对方先行破门之后 又在短短一分钟之内翻评一分 小身材大能量的小金人 果然还是需要一点刺激 我觉得其实周中的话 我们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只是有几个那个机会没有把握住 然后打在了门柱上什么的 今年的比赛 没想全部像这样题的话 我们今年肯定拿两个冠军是稳的 球队的体力可能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 毕竟赛季刚刚开始嘛 所以我觉得两个丢球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21号可能稍微欠妥点吧这天 越早暴露出来越好嘛 因为我们的话就是赛季刚开始嘛 所以的话可以有机会调整嘛 我也相信佩雷达 一定会有轮换 前锋线上可能 胡锦涵好像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在后方线上可能 两个边位可能会进行一些轮换 看完亚冠 让我们来看这场引人关注的上海德比 今年的德比来的比往都要早一些 联赛仅仅进行到第二轮 红蓝大战就已经早早搭向 在重重的亚冠当中 两队各打一分或许都在暗自为德比势力 生花的商品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好转 而上岗虽然人怨气着 却也在亚冠当中暴露出了不小的问题 究竟谁的赢面更大更有胜算 或许还真不好说 我支持生花 上岗 从内心来讲还是希望生花赢吧 肯定是我们上岗来 虽然上岗的实力一定在生花之上 但是我觉得生花还是有信心 至少拼出一个平局吧我觉得 我就喜欢上岗比生花多一点点 我们的实力可能就是比他们高出太大一截 他们没有机会赢我们的 只要我们打出应有的生花精神 还有就是说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相信不管什么结果 我们球迷都会一直支持上岁 我还是比较支持上岗的 但是我希望两个队都能够尽量减少受伤 然后在下一轮的压冠别中 发挥出更好的实力 我们伤病还是占的主要因素吧 能这场球保平均胜吧 上岗可能是2比0吧 可能球员也比较累 伤病也比较多嘛 还是现在能够阵容轮换一下也不错 受困于大面积伤病的生花 最近可以说是一场一个阵容 本场比赛更是更换了门将领帅 改由秋胜九出场 九叔战阵的大牛 或许对高强度的比赛有些陌生了 面对胡尔科的一角世界波 他做出扑就却为时已晚 只能目送着皮球落入球网 下半场凭借李文君 在反击中的低平球推设 上岗再度领先 处在最佳状态的上岗 赢下了这场红蓝得比的胜利 也迎来了中超开局两人胜 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出人意料 以残阵出战 遭遇到失利的结果 生花或许早有心理准备 但问题在于 球队的赛季首胜 何时能够到来呢 我觉得今天比赛结果还是比较正常的 临边输了 还是踢出了自己的精气神吧 觉得生花有些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 比分应该说还是能够接受吧 那么多球员受伤了 然后能踢出这样 我已经很满意了 百家俊也不在 左边风 左边风又没有人 传球传球传球不行 右边风嘛也不行 都不行 如果等到长运定跟百家俊回归 以后我们左路有长运定跟百家俊 中间有瓜林和莫连洛 右边我们可以放荣浩和洛米罗 这样的话呢 生花的三条进攻线就会比较均衡 生花队现在因为缺人嘛 然后左边路也打不起来 没有我们传统的黄金铁路的配合 然后其实今天我们防守做的还是可以的 对于重点人的兵防 我觉得还不错 我希望生花队上面能赶快好起来 然后走出阴影 来一个赛季首胜 生花队生花队冠军 因为就是大家都吃得比较放松 帮底下让比赛也直接擦住 只会把它贴打力一样嘛 整张发挥就可以了 本赛季的话目标就是每场比赛获得三分 并不在于要进多少球 另外要确保球员不要受伤 所以我觉得每场比赛如果能一比零就OK了 一二三的两个小匠上来之后 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能力 也没有去场的一些表现 有点超出我的预计吧 我觉得原来可能他们绿地队在那个主场的话 可能会占据优势 然后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艰难 当然现在拿到这样一个三分 也是挺开心的 在一线对比赛结束之后 第二天下午 生花和上岗的两支预备队 在康乔基地迎来了一场预备队得比 在中超U23新政出台之后 越来越多的T队小将 也通过了中超预备队这一平台 逐渐走向一线队 在本周末生辰得比结束之后 生花和上岗的预备队 也迎来了自己的得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场 中超预备队联赛 来了解一下双方小将的发挥 除了贾天子和吴航之外 上岗预备队的首发阵容中 有9人都是U23球员 比赛的前23分钟 上岗预备队就取得了三个进球 奠定了胜局 下半场上岗预备队再次扩大了比分 生花则在第80分钟 由陈其元翻回一球 最终比分定格在4比1 上岗预备队同样获得开局两年胜 比赛场上岗预备队 比比是新鸟 除了都是我一种说不经意的这种球 中球比赛就是当你产生错误的差 然后对方抓住 这种我就跟队员在说 这个都是殖命的 由于自己在球场上的这种精力不集中 所造成的这样的错误 这个就是要买单的 还有28分比赛 比较年轻的队伍就是希望他们 因为现在有U23政策 往往可能今后还会更年轻 希望这些年轻就是通过这样的比赛 我们能找到这种超 在不断地进步 受惠于U23新政 上岗小将陈彬彬在过去的两轮中超 都获得了一定的出场机会 虽然出场时间有限 但他的几次精彩突破 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然后都会帮助我 都会去训练的时候会去 开导我去教我怎么踢 奥斯卡 浩克 还有艾哈 都会教我怎么去 然后都听听他们大哥的 还是对我有利 出于周二亚冠比赛的考虑 原定于在虹口进行的 预备队联赛 改由康桥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 在康桥基地门口 依然有不少球迷 自发前来观看比赛 给予这些小将们 足够的鼓励和支持 经常会过来看比赛 有时间的话都会来看 因为这个赛季预备队时间 从早上八点九点钟 调整到下午三点了嘛 就是东北来说 这个时间比较有利点嘛 得比之后 另一支上海球的身心 也在周末 迎来了自己的周家手轮 在过去的东西期 身心不仅邀请到了 诸种的再度提侦 如时也迎来了 多名新人的家伙 重振起苦的身心 能够在新赛季 更举行争力 当然是希望比上一个赛季 进步多一点 然后也有来了新的万元 然后乔尼也回归了嘛 我觉得这个赛季 我们身心能做到更好 每次的第一次生日 基本上都是在球场上过的 因为每年的3月11号 第一场联赛 都是在金山体育中心 这样度过的 所以说 有时候也是希望这场球 能赢下武汉周二吧 我们不分输赢 只要尽力就可以 因为我很看好 朱炯带队嘛 毕竟回归我们身心 可以把我们身心 带出更好的成绩 作为联赛首场比赛 又是主场作战 身心显然期望 能够赢得一场开门红 本场比赛同样是 两位土帅朱炯和李铁的比拼 然而在比赛当中 朱炯的球队 显然还是缺少了一些运气 盘超然的一脚兜射 被对方门将扑出 吴亦珍最后时刻的投球攻门 狠狠砸在了立柱上 而比罗比罗经验的单刀 同样无功而返 所以说身心的得分机会并不少 而对方却抓住了 为数不多的一次破门良机 在客场带走三分 不过这只是漫长连赛的第一战 在精气神上 球员都表现得不错 球迷也愿意给他们更多的时间 进一步的磨合 静待着身心的成长 上半场的话 可能双方因为 对 武汉卓尔和我们上海身心的那个十牛 我看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试探性的 大家要打得比较保守 那下半场的话 身心也是进行了很大的一个 感觉像比罗巴 就一直在往前突 想去进球 进球的欲望很强 那是可能我们缺少一点运气 然后可能今天武汉卓尔的运气可能好一点 一开始还是踢得不错 然后可惜那个球防守助力有点下降 最后两个立柱的话也是非常的遗憾吧 可能是有机会拿一分或者拿三分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能赢下来这场比赛 你也看到最下半场 其实我们有好多机会 好多好多机会 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运气 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好 王守廷的表现今天是非常棒的 绝对绝对的是那个中超的实力的那个柱 实力特别特别强 王静兵的话上半场赢在前面 但是得到机会比较少 所以体现不出来 然后王守廷的话 在后要这个位置上呢 还是做的可以加强了身心的深度 那中甲联赛开始之后呢 确实是非常热闹啊 咱们这个上海的三支球队 两支中超一支中甲 都在各自的平台来进行一个征战 那当然这边呢 可能更多关注的还是在之前 上海上岗和上海生花的这个比赛 尤其是两队在这周 应该是明天跟后天 都会有亚冠联赛要争夺 可以说从赛程上来看呢 非常的紧密 我们想问问刘岳 其实呢 从这个整个一个备战情况来看 阵容方面 生花队确实因为伤命影响很大 但是呢 毕竟在他们的主场 其实一直以来气势如红 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胜负手 两个球的差距 岳哥觉得在哪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上岗的变化 上岗的变化 其实只换了一个主教练 但是每场比赛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的不同 特别是佩雷拉的 一切临场的调整 他的用人 我觉得两个点变化最多 一个就是于海的左后卫 另外一个就是霍尔克踢球的方式 所以这两点呢 我觉得变化非常大 而恰恰这两点呢 在亚冠 包括在这个中超比赛中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 这点我觉得 就像我们比赛的解说中说的那样 就感觉佩雷拉 虽然是刚来 就感觉他去年一个赛 一直在队一样 对这些球队的了解程度 入手程度是调整的 上手都非常快 我相信这也有可能 他原班的这个助理团队啊 包括布阿斯 也会给他留下一些建议 对 我相信这种这个 无缝链接的转换 是上岗这个赛季 一上来 就这么成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 大翔刚才说到呢 其实在上海深花这个比赛中 对于奥斯卡和霍尔克的限制 做的是不错的 另外呢 很多球迷也聊到了 其实呢 深花的防守 从这场比赛来看 整体还是不错的 那怎么就在比赛中 还是最后被上岗的两次 动传球门呢 你觉得这个原因在哪呢 应该说 整个的比赛来看呢 上岗这一边呢 打得非常的成熟 这个跟他们整个磨合器 包括整个阵容 没有跟他的变化 非常有关系 深花这一边呢 其实在前面30分钟 我刚才说到 其实还是从整个阵型 包括是后卫线 跟前卫线这个压 就接着这个 非常压得非常扁 然后呢 没有给到奥斯卡跟霍尔克 更多的在这个区域去活动 迫使他们能够 一直出来拿球 但是呢 就是说一个好的球队 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球队 关键你的稳定性 打到30分钟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深花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体能下降 各方面一球落后之后呢 就是说 整个可能在队性的保持 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乱 因为所有的队员 可能都想更多的 去压出去去打 这样的话呢 上岗可能回收的比较厉害 然后呢 反过来上岗就打一个反击 变成由进攻 变为一个防反 然后这一下呢 可能甚至落井 落到了上岗一个 可能上岗比较习惯的一个打法里面 可以说呢 应该说从这个比赛来看 很多人会拿去跟这个足鞋杯的第二回合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呢 应该说这个跟杯赛的决赛相比啊 联赛这样的比赛呢 队员的心态本身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当上岗队领先之后呢 他们就会更加聪明的去应对之后的一些比赛时间 咱们在2017赛季中超联赛中之后呢 我们的每一期五星足球呢 有一版这个阅读中超 咱们今儿呢 跟这个刘悦也好容易在一块做节目 咱们来一个阅读中超的升级版 咱们来一个直播版吧 好吧 阅哥 咱们首先会进入到阅读中超之上海上岗篇 我们之前提到了呢 上岗的这个赛季的变化 这个赛季的变化呢 在谁身上呢 在霍尔克身上 我们先看第一个球霍尔克的获得的机会 实际上这球呢 没摊球 回敲给队友之后呢 马上进入了前掌的跑位 而这个跑位呢 他很聪明 按照常规跑位呢 有可能两人都是往前冲 都打升华的背后 这样的话呢 升华反正好看 已经看一个 但是这次呢 霍尔克选择呢 没往前走 而是留在原地 这个时候升华的几个后卫呢 都去根据这个五垒的前叉而回去 而霍尔克的位置呢 就获得一个空档 恰巧呢 就像大强之前所说的一样 这段时间呢 升华呢 连续断球反击 整个球就感觉有一些 想要进球的那种味道出现了 结果呢 前后场呢 脱节是非常厉害 我们再看 到了下半时 这个情况 就是霍尔克同样 在拿球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环境 按照以往的话 他可能有多种选择 内线突 外线突 那么第三种选择 有可能是他最 后的一种选择呢 是传球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 现在他最新的传球的选择 就是横传 这跟以往呢 有了巨大的不同 打比方说 他如果还这样突下去呢 也有可能突成功 也有可能就失败了 就不会有这样一个连贯的进球 所以霍尔克这些微小的变化 给球队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再看这次 同样的情况 可以传给进的 也可以自己突破 那么如果按照上个赛季的习惯呢 有可能他会这样打 但是这一脚之传 就完全诠释了这个赛季 霍尔克最大的变化 踢球简练 而且呢准确 最重要的是霍尔克这种类型的球员呢 他不是那种只会带不会传的人 你说让他传球 他反正不会踢了 他不是这样的 你说让他会传球的 让他传球的时候呢 他也能传球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他有身上这种双重特质 所以使得整个上岗 在他这一点的运用上呢 比上个赛季有了更大的发挥 另外一点变化呢 就是上岗整个后卫线的 协调统一性非常强 这像我们提到了于海的位置 在左后卫位置上呢 他跟整个后防线呢 配合的是相当不错 你就看这个特技的镜头的显示 那这个压上多起 大翔你看这个绝对应该说是 在欧洲联赛当中 这种后卫的移动 不管是向前的统一性 还是左右的压缩的程度来看呢 都是相当不错 所以我觉得一攻一防 这两个变化呢 可以看得出来上岗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呢 是潜移默化的 是在往这个经验积累之后 上一个台阶 意识上的提升去走 确实 应该说从这个阵容来看呢 其实上海上岗队 没有做出太多的一个变化 仅仅可能是这个左边后卫 由原先王神超跟傅宽两个边路 换成了这个王神超跟于海 一右一左 所以说从这个阵容的变化来看呢 不大 但是呢 球队确实是成熟和稳健的很多 而且呢 确实像岳哥所说的一样 胡尔克不再是一个 可能只拿球往前冲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叫做这个纯坦克 或者说纯这个巨人 现在开始呢 能够有一些这个 跟队员的一些配合 这方面大翔 是不是对于这个整个上岗来说 是这个赛季 可能比上个赛季的这个 这个胡尔克使用啊 更进步了一点呢 对 确实从本场比赛来看呢 你看胡尔克 他的上半场30分钟之前啊 就更多的 他是扯动到中线附近来接球 这样的话呢 可能整个的后卫线啊 就是说上 圣花的后卫线 可能会有一些松懈 你看 包括我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优尔三的胡进行 因为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呢 我在现场看 对于他的跑动啊 特别积极 特别积极 他不断地把 爱迪啊 包括利盆的这条后方线 往下压 然后呢 控出就中后卫跟 呃 刮林还有 秦升的这个空档里面 控出很多呃 区域出来 然后呢 我们看到呃 包括埃哈迈多夫 也可以后插上 进行传球 包括有两脚 很有效的远射 包括胡尔克那个进球 也是后插上之后 无垒的回座 然后在在在 拿到球以后 做出这样一个 世界波的这样一个 射门的一个举动 所以说呃 上岗呢 我觉得在整个 进攻线上 这个变化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大 对 呃 其实很多群啊 也提到过 就是上岗这边的实力呢 其实比目前的 深花队呢 可能会强一些 但是刘伟应该说 从比赛来看呢 深花队其实为了比赛 也做了很充分的一个准备 呃 毕竟呢 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残阵 之前打完这个亚冠的 水源三星的客场 巴回到上海以后 打完德比之后 这周的周三 又得打水源三星的 这个主场比赛 其实呢 以这个深花队 目前的状况来看 的确很不容易 但是他们在 整个比赛的过程中 您觉得他们的战术 对于吴志导的这个实施 情况表现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为什么你之前问 我说赛前跟这个比赛 见过预期呢 我说其实预期反差蛮大的 嗯 因为按照这个阵容 按照这个近期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比赛是非常难替的 因为上党上个赛季 在足球的背书给深花 一定要 一定要再拿回这个荣誉来 所以这场比赛 又是在自己的势头上 深花这个 就是纸面的劣势 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你看呢 这种足球比赛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不能说纸面上你赢 你就肯定一定能赢 而且赢得很痛快 对 而在上半时的比赛的前半程 刚才大翔也说了 有两次绝佳的机会 实际上话是差点率先 取得战术领先 那就是瓜林一次和莫雷诺一次 对 那么这两个球如果进了的话 情况不一样 对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上岗和深花呢 都非常擅长去打防守反击 而最大的区别呢 是上岗既可以打阵地战 也可以打防守反击 而深花呢 只能打防守反击这个阵容 所以如果他先进球的话 那么就打防守反击 就跟上个赛季 在这个足球杯的情况一样 只要进了球 打反击就可以坚持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战术突然就不一样了 而上岗呢 他是两种都可以打 所以说他在选择 我是打别人反击 还是被别人打反击 那么在这种双线 都可以打的战术环境之下呢 上岗的就是使用 这个灵活性更高一些 而深花这边呢 战术对头 但汪汪这比赛就是 战术对头了 你也执行了 但是最后那一下 那角射门 交流员是掌握不了的 进了 就是一个情况 不进呢 你可能就要受到 之前累积的那种压力的释放 而之前我们说了 在进那个 深花丢第一个球之前呢 深花是看到了那个 连续中场几次断墙 哗冲出去 结果一下脱节了 而这个脱节一出现 就是进入到 上岗最喜欢的这个状况 就是很多这个深花球迷 会特别怀念 这场比赛中 没有登场的马丁斯 马丁斯是整个 深花队阵中 我个人感觉射门成功率 或者说面对机会 把握能力最强的 这样一个球员 那咱们这呢 也来看一看这个 阅读中超之上海 绿地深花片 那之前呢 我们是提到了 胡尔克的表现 实际上这场比赛呢 我们要看看 这个新元罗密罗的表现 那么罗密罗和莫里诺 本来两个人站位呢 是一前一后 高的莫里诺在前 矮的罗密罗在后 但是通过几次情况换位来看呢 一旦当罗密罗 居后去传球的时候呢 他和莫里诺的传球的视野 技巧 实际分两个方面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另外一个呢 作为反击的中间力量 这两个人呢 之间的配合的默契程度呢 也不高 这也很正常 那么实际上 他们俩正式比赛 才打的是第二场的配合 所以我们看得清楚 莫里诺的跑位和 罗密罗的传球的实际节点呢 是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但是呢 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在一些比赛中 会得到改善 那就是 当莫里诺回到前腰位置 而罗密罗往前顶的时候 罗密罗跑 莫里诺来传 那么再看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 同样在中场拿球 一旦居身后的 罗密罗拿球的时候呢 他的传球的视野 和传球的方向 实际方面呢 还显得稍微稚嫩一些 那有多种选择题可以做 你到底选择哪个选择题 可能都能成功 但是总有一个是最合的 所以罗密罗面前来看呢 他前场有这么四个点 也可以选 琴盛也可以选 但是他的视线呢 基本上是偏厚的 所以这导致在这个位置 传球上呢 如果换一个莫里诺的话 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相信 不管是对深化的教练组 还是对队友来讲 对这个新的外援 这个小兄弟的这个习惯 和能力去判断上来看呢 还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次的机会呢 由于没有转移到 左边的荣耗 也没有转移到 莫里诺这边 所以这两个人 跑到非常好的位置呢 导致两次机会呢 都丧失了 但是之后 还有第二次的补救 就是这个球的机会 出现之后呢 又给了罗密罗 还有一次机会 但罗密罗 再有这次机会的时候呢 也并没有处理好 那就是这一下 还是有一个相通的情况 有几个点都可以选 荣耗这已经是在等了 第二次一个大空档了 也没传过去 莫里诺的脚下 包括毛锦钦和张罗都可以传 但是传的分量 时机和这种 让队友接着 舒适感觉方面来看呢 这个球呢 也是不太成功 所以其实在这场比赛呢 可以看得出来 深化在外援的使用 包括莫里诺和队友的 磨合方面 罗密罗和他的配合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 需要加强的地方 到之后的比赛呢 吴京贵主教练是把 罗密罗又换到 他所擅长的边路 让他背对 没有人家房的区域 而面对一个球场 这个时候呢 他的一些特点 就可以发挥了 就像这个球 第一时间推有毛剑青 那么才办得也没吹 背后的一个推人的范棍 但实际上 回到边路之后呢 能感觉 罗密罗这边呢 发挥会更好一些 同样 当莫里诺回撤 跟瓜林靠得很近的时候呢 两人之间这种先天的 一致性的感觉呢 就出来了 瓜林去抢 莫里诺马上发现 这是一个好机会 进行加强 就从后上前的进攻呢 就把球抢下来了 而且这也比较符合 就咱们一贯 对莫里诺的 这样一个印象 他作为中锋 回撤拿球的时候呢 表现并不是非常突出 但是作为一个 中场后上的人 既可以审视多事的传球 又可以选择 非常好的时机呢 去带球突破 这种带和传的 闲见能力呢 他显然要比智能的罗明罗 就经验更丰富一些 确实呢 目前从整个 深花队的阵容情况来看呢 基本上是 从这个亚军的第一轮比赛 开始打一场 伤一个人 这样一个情况 确实让球队 在之后的备战来看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咱们这边呢 五星足球的这个记者 也特别去到这个 康乔去做一个探访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深花队 这个赛加引进了 黄马的队一 来到球队 做这样一个治疗和辅助 那怎么会 这个伤病情况 会如此之严重呢 他们的恢复情况又如何呢 马上跟着我们的编辑 和记者去探访一下 深花的康乔基地 新赛季一开始 多线作战的上海绿地深花 遭遇大面积 伤病潮的侵袭 超过六名主力球员的缺阵 也让主帅吴金贵的排兵布阵 显得捉襟见证 今天我们的镜头 将对准深花新队一 西班牙人 华金·马斯 让他带领我们一起 去了解一下 伤病球员的治疗情况 进入深花队一室 一块巨大的白板 率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马斯告诉我们 这是他专门用来记录 受伤球员治疗进程的 日历表 数字代表 队员的球一号码 不同颜色 则有不同的含义 下午三点 春花的伤病球员们 开始陆续进入医疗室 在超级杯的比赛中 拉伤大腿肌肉的 毕金浩和李健斌 分别接受了 对一组的例行采抄检查 在采访中我们得知 最近中卫李健斌的肩膀 旧伤又再度复发 俱乐部特地安排他 在近期远赴西班牙 进行手术 打了四个钢丁吗 当时 然后东迅的时候 有一个反正 我就经常睡觉的时候 晚上疼醒 然后感觉到疼 然后去检查 然后可能有一个钢丁 就掉了 然后本来想是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了 然后有两个月的间隙 然后去把这个钉取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 就正好腿差不多要休息 一个月左右 然后这个肩膀取这个钉 也差不多三到四周 然后就趁这个时间就取了 昨天前天刚回来 申花的左路黄金搭档 曹云定和百家俊 都在亚冠小组赛 申花与悉尼FC的比赛中受伤 其中 曹云定是在比赛中 拉伤左腿肌肉 预计恢复期为六周 目前 小曹还是只能在室内 做一些肌肉的力量练习 而百家俊 则是在亚冠比赛之后 突然跟见不适 进入申花商病名单的 针对小百的特殊情况 马斯也做出了特别的安排 他拿出了金色碳纤维手术刀 对百家俊的球鞋 来了一番改造 对于小百的疑问 马斯当然有后手 他随后用医用胶带 十分细心地将后跟开裂处 层层缠绕 这样既能确保开口不刮伤皮肤 又能为小百受伤的后跟剑 减轻负担 只是小百同学 你恢复后 可能要买双新的球鞋了 在医疗室 我们还看见了 缺席得比之战的 深花主力门将李帅 他是在深花客栈水源三星的比赛中 被对手撞伤肋骨的 在接受检查时 李帅胸部的瘀青 清晰可见 2018赛季刚刚开始不到一个月 深花就折损了多名大将 赛季前三场比赛更是场场都会产生 一两个伤病 对此拥有丰富跟队经验的马斯 也给出了他专业的解释 卡通了 滾看了 这些计划是 是 我今天的第一場比拔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拦截力 而且有种很一个重疑的拦截 也すご了一个拦截力 而且是在这里 中的盾力 在这么多拦截力 也就需要更多拦截力 而代表和五分变形 那个首次 Georgia 我遇到了一个拦截力 上了的是不用山洞 因为用来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拦截力 用来的关键 人生了一直渡行 41岁的华金马斯曾经担任黄马队一三个半赛季 这次加盟生花 马斯表示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将欧洲赛场先进的治疗理念带给上海球队 此外针对球员的体能恢复 马斯也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他为比赛后和训练后两种强度不一样的球员 配置了两种不同的营养饮品 并推出了草莓味、巧克力味和香草味三种不同的口味 供球员选择 从瓶盖上标注的号码来看 我们的队长莫雷诺拥有一颗少女心 更加青睐草莓味哦 可喜的是生花队最近两场比赛都没有再出现严重伤病情况 这是整个医疗团队和教练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联赛出新的秘籍赛程以及不期而至的伤病都给生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不过好在在俱乐部医疗团队 俱乐部高层以及所有球员的相互配合之下 球队目前的伤病状况正在慢慢好转 相信随着所有伤病的回归 生花在之后的比赛中也应该能取得更加不错的成绩 其实呢从这个生花队的队一的这个整个帮助球队队员的恢复 包括在一些很细小的细节的准备方面来看呢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负责 另外呢有这个三个半赛季的黄马队一的这样一个职位的担任呢 也说明这名队一其实原先在欧洲的俱乐部是被认可的 但是先问问二位啊 大祥和刘岳 怎么就在这么短短的东迅之后的这个几场比赛中 出现这样大的一个伤病呢 到底是训练的问题 还是整个球队的一些备战的问题 岳哥跟我们解答一下 其实我觉得呢就像这个队一所说的一样 他认为是首先这个技能的不适应 因为对生花来讲呢 好久没有打过这种强度的比赛 这种密度的比赛 而且由于世界杯年的亚冠的比赛提前了 提前很早 所以说这种提早就进入到一个强密度的比赛当中呢 生花这些球员呢 是以往没经历过的 另外一个呢 为了备战这个比赛 而且跟以往的训练有区别呢 实际上这个赛季 东迅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也会有一些疲劳积累 队员会有个适应的过程 技能适应的过程 因为实际上我们说 打完这个上岗威力吧 这场得比的威力 它的数据呢 其实要比之前几场比赛 打上岗的数据 上海得比的数据好很多 首先呢跑动距离 以前生花的距离 平均可能每个人8000 9000就很不错了 现在基本上 刚才大香也说了 基本上包括这个超级杯 在那打恒大比赛 都是上100米 那么这种跑动就不一样了 你会感觉90分钟 它会有劲 有劲够实 有些时候打的 以前是打到70多分钟 80分钟 我们解说就感觉 哎呦坏了 后边这可能就没劲了 就脱节了 现在这个情况呢 有了极大的一个改善 而且这场比赛的数据证明呢 在控球率上 好像现在也上升的很厉害 就是最终上岗是51% 而生花是49% 这也是几个得比以来呢 相对来讲最接近的 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跟 有目的的做一些 针对性的训练啊 或提升队员的这个技能啊 或把以前失去的那些补会来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对一是很专业的 刚才看这个片子 我跟大家还说呢 我们去参观这些欧洲的 这些豪文俱乐部 英超的俱乐部 像这种每个人特定的 这个有个性化 定制的这些饮料 这些营养品 都是很常规的 都写上名字 每个人一串好几个瓶子 你必须要把这个 喝完了才能回家 对吧 就说明他是从这个细节上 包括从这个专业性上 让生花队在整个 这个队员的恢复上呢 做了一个更加好的提高 刚才呢 岳哥也说了这么多 大翔怎么来评价 目前生花队这个 伤病满盈的情况呢 确实一个呢 我也非常同意岳哥的观点啊 就是说整个生花 他没有碰到过 那么密集的赛事 第二呢 就是说 我在现场解说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我看到无知的 就有一段时间 生花呢 一直不断地在解围 大脚解围 包括呢 会有一些长传球 直接打赫冠跟那个 石科的身后 找莫列诺这样一个去冲 然后呢 这样打法呢 可能对体力是非常消耗的 因为刚才岳哥也提到 我们整个的罗梅罗 他在中间 他没有他的头 他能拿球 他的球一直在头上飞 所以他拿不到球 所以他也很累 我看到一个细节 就无知的 他在那个替补鞋上面 一直在跟那个 强盈队的交流 一定要传起来 传起来 倒起来 这样的话 可能在体能方面的 会稍微好一些 因为你不是一直在抢球吗 巴萨你如果拿球的话 他就说体能方面 如果有爆炸 他一直在控球 可能一直在抢球 可能更要更要好一些 所以在打法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说 吴指导可能一直在 也在跟队员在交流 在贯彻 怎样去把这个体能状况 给捏合的好一些 对对对 其实这个大家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看他 那个赛后的一个数据 整个上海 这个生花和上港的 跑动距离呢 是对反的 就是当上港持球的时候 他的跑动距离是少的 而生花这个时候 跑动距离是多的 对 而当这个生花拿球的时候 上港就跑的多 这样是对比的 就是从侧面证明 大翔刚才讲的这个现象 就是谁拿球 谁又主动 不拿球那边就很被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有这种体能的积累 同时呢 你还有控球一定的权利 要不然的话 这个比赛是非常难打的 没错 确实呢 只有在有这个好的体能状况 储备情况之下 才能够通过咱们一句老话 叫做跑动出战术 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才能把战术 更好的实施出来 那当然今年的中超联赛呢 其实从咱们这边的观点来看呢 其实你像这个北京 包括天津 包括广州 包括上海 都有这个得比的球队 其实呢 这个另外的这个三个城市 其实他们的这个 两支球队的发挥 和整个球队的一种状态呢 还是非常受关注的 咱们这期节目呢 很有意思 我也是请到咱们的同行 咱们北京台 包括天津台和广东台 让他们的主播 他们的评论员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他们城市的两支球队 在这轮比赛中的发挥如何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咱们的这个3D主播 聊得比的情况 各位上海的球迷朋友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视台 体育频道的毛正宇 两轮中超联赛的直播下来 确实北京的两支球队 给大家带来的 这种观赛的体验 还是不一样 北京中和国安的第一场比赛呢 确实打的这个过程 让大家感觉很不理想 首先在场上的这个排兵布阵 很多人就说看不懂 另外呢 大家说有投入了这么多 然后呢 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东逊的准备期 然后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看这个 就是北京的球迷也感觉心里非常的不爽 但同时也要表示理解 这恰恰和在此前的夏季转会窗 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的改变的 AC米兰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了人员的多次进出之后 要重新去构建一个主力框架 这个是需要时间来进行磨合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给施密特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去看一看 经过了几轮比赛的这种磨合之后 他会给球队的这种主力框架带来什么样的打造 现在的这些球员 新来的球员的能力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施密特在上个赛季的半个赛季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的执教能力 就看这个磨合期到底能有多长 我们是希望它越短越好 这一轮的中超联赛呢 两支天津的球队呢都是输给了各自的对手 从场面上来看呢应该说是各有不同 全舰队这边呢是输给了生半把北京人和 那么从比赛的排名步骤来看呢 索萨还是为下周这场和全北现在的关键亚冠小赌赛 做了一些保留 尤其是在后防线上并没能够派上迷号轮 而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正是在左路防守的不利 包括整个中拳场运转的不流畅 导致了全舰队这场比赛是输给了北京人和 而接下来全舰队是遭遇了各项赛事的两连败 而周中打完全北之后 下周末要打和泰达队的天津得比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赛程 其实对索萨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考验 还有就是全舰队队员的体能状况 而泰达队呢 这场比赛是输给了河南建业 一场非常难看的比赛 因为双方在这场比赛里面的 激战术的含金量确实不高 那么其实这场比赛考验呢 就是双方谁先进球 很不幸的是泰达队先丢球 所以后面的比赛呢 一直都是被建业队所掌控 而且建业队是非常希望 把比赛的节奏拖下来 而且比赛打得越乱 其实对他们来说越好 当然这场比赛建业的小球童 也是立功了 导致赵宏略两黄变一红 被罚了下去 所以从过这场比赛来看 在面对着像河北队这样的强队的时候 泰达队可以安心的打对手的防守反击 但面对着河南队这样 他们也要回收回来 打泰达队反击的时候 这种B计划 现在来看实力立刻 还是需要在后面的训练当中 去研究一下如何的来应对 所以说这一轮比赛 两支天津的球队都是告负了 而下一轮 两个队将会直接展开对话 一起看一看吧 下一轮的比赛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广州复利呢 中超是迎来了两连胜 斯托一科为奇的球队 新赛季准备十分的充分 球员的状态出色 球队入局也很迅速 这让我们看到了 复利冲击更高排名的希望 本赛季呢 复利队基本保持了阵容的稳定性 斯托一科为奇的传控打法 队员们是领悟的更加的透彻 执行起来也是越来的越成熟 越来的越熟悉 可以说呢 他们对于比赛的控制的能力啊 就越来越强了 客场赢下恒大 他们展示的是挑战霸主的决心和气势 主场击败大连一方 复利则表现出 在打不开局面时 那份耐心和自信 续约扎哈维和雷纳尔迪尼奥两大外援 现在看来 复利这钱花的是超值 广州恒大和广州复利 本轮是双双获胜 其中广州恒大是本赛季中超首胜 击败长春亚太 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是恒大实力占优 但也和卡纳瓦罗 在本场比赛的一些战术 及人员的调整和部署 有密切关系 此前中超和亚冠开场 就丢球落后的情况 首先就让恒大全队上下 意识到先稳固防守的重要性 然后呢 下半场卡纳瓦罗用阿兰 换下了U23的杨丽鱼 一方面呢 是提升阵营的实力 加强进攻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求全队加快比赛的节奏 提升比赛的强度 利用高位的逼抢 迫使长春出现失误 同时呢 保持好阵型 重点在边路发动攻势 正是卡纳瓦罗的变化 让我们重新看到了 下半场惹不起的恒大 非常明显的是 卡纳瓦罗压缩了U23球员 整体的上场时间 这应该是恒大未来U23使用的策略 好 确实应该说 从这个整个中超联赛来看呢 咱们这个几个城市中的 德比球队呢 还确实是受到很大的一种关注 第一轮比赛是广州德比 第二轮比赛呢 是上海德比 那么很快会到来的第三轮比赛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天津台的主播 王英初说了 是来一场天津德比 这种安排确实 岳哥包括咱们的大翔 可以说中国足球的安排来看呢 每一轮比赛都有一个爆点 这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球迷 去到现场来关注比赛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对 我觉得这个赛程的安排上 是这个吸收了很多英超 或者是欧洲联赛的 这样一种安排的节奏 不再像以往那样 四版的蛇星排列 蛇星排列是有 但是每轮比赛都有一个焦点 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呢 确实是让中超啊 它的这个影响力 在逐步上升的时候呢 你那些编排上 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上升的 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点进步是蛮明显的 因为就像大家看戏一样 你总是在一个节点 是有一个高潮 不然上来就很平淡 突然间爆一下 然后又很平淡 这个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大翔会不会因为 咱们这个租鞋呢 可能从这个外援的 这个转回费用的 一个限额限制上 包括这个123的 一个使用上呢 也觉得可能对于这个 联赛本身的一个影响 会出现一些情况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赛程的安排的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原因呢 确实我在现场的时候呢 也看到我们一开始 我去的比较早 你看我觉得人不是很多啊 但到开场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场得比呢 哇塞 人是爆满啊 不得了人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说 整个的天津啊 广州啊 包括上海啊 那么多球队这样的资源啊 那么多本地球队 越来越多 在顶级联赛里面 确实也给中国主席呢 在排 也不是说排兵布阵啊 排赛程方面呢 确实也很多有利的条件在 也可以去摆出有多的花样 想有多的办法去 把球市啊 整个的中国的足球市场 把球迷给吸引过来 而且呢 这个赛季呢 很多的中超球队 其实在俱乐部的 对投入方面呢 也其实还是默默地做出了 他们的一些贡献 包括关队 也是在这个赛季 引进了这个 重量级的这个球员 另外呢 他们在第一轮打鲁能 第二轮打苏宁 放到以往 这都是焦点战役 所以说从这个比赛的 赛程安排来看呢 今年确实 这个改变呢 不是说以这个 蛇行排列来看的 这样一个安排呢 还是给球迷带来 很多每一轮比赛中的 一个亮点 那当然我们这边呢 也会定期啊 咱们跟这个 其他几个城市的评论员 来做出一些连线 希望他们能够 通过他们的角度 带来他们城市球队 中的一些见解 那应该说 两轮比赛过后呢 在第一轮 我们给您会送上了 红黑榜 这轮比赛 同样是不例外 来看看中超第二轮 给您会送上的 本轮红黑榜 本轮红榜第一位 当属河北华夏幸福的 当家前锋拉维奇 在效力中超的 几年时间里 拉维奇的脸庞 愈发苍老 但是从球场上的 表现来看 我们却很难发现 岁月在这名 阿根廷前锋身上 留下的痕迹 本轮客场挑战 贵州横峰 拉维奇再次成为了 球场的焦点之一 在球队中场 大脑引红博 缺震的情况下 拉维奇与 马斯切拉诺 这两名 年龄总和 已经超过 老帅佩莱格里尼的 阿根廷老将 撑起了球队的进攻 在比赛中 拉维奇先是 接马斯切拉诺 直塞突入禁区 洞穿了贵州门将 张思鹏的小人 随后 在比赛的最后关头 阿根廷人又在禁区内 接队友传中后 凌空爆射 完成绝杀 帮助华夏幸福 收获本赛季的 第一场胜利 在球队开局 不利的情况下 拉维奇作为当家前锋 及时地挺身而出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而对于华夏幸福来说 拉维奇的出色表现 也将是球队本赛季 收获理想成绩的 最大荒涨 我们不知道 在恒大本轮比赛的 中场更衣式发生了什么 但是从恒大前锋高拉特的表现来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巴西人在中场休息时 偷偷充值了外挂 主场迎战长春亚太 证明在上半场还被无数恒大球迷 诟病油腻 肥胖 射门总是飞上看台的巴西人 在下半场迎来了爆发 在比赛的最后45分钟之内 高拉特兼是为告林送上助攻 随后更是两度通过 投球破门得分 向我们证明了 胖子球员即使跳不高 也能通过风骚的走位 攻入投球这一球场争理 最后阶段 高拉特在前场抢断成功 再次利用自己标志性的突破分球 帮助队友阿兰 攻入锁定比赛胜局的进球 纵观全场比赛 高拉特可以说是用一己之力 帮助恒大收获一场大胜 而我们也期待着 高拉特这个灵活的胖子 能够在恒大奉献出 更加精彩的表现 红榜的最后一位 当属江苏苏宁的U23小将 黄子昌 在连赛首轮取得进球之后 横空出世的黄子昌 在本轮延续了自己上加的状态 尽管在比赛中接连奉献 赫斯基式的离谱舍门 但是这名出生于97年的小将 却用自己如同梅西一般的过人 给了所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90分钟内 黄子昌一共完成了 全场最多的八次过人 这也让他成为了 苏宁本场比赛的最大亮点 不可否认 年仅21岁的黄子昌 还远远达不到完美 但是这名福建级小将的天赋 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而他在持球过程中 展现出的灵气 更是难能可贵 毫无疑问 黄子昌是目前苏宁镇中的 一块浦域 相信假以时日 这名小将能够在卡佩罗手下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新赛季中超开始 黄牛手病毒 似乎成为了各队名将 避之不及的阴影 在上周 刘电座老师为我们奉上了 世界级的黄牛手教学之后 本轮来自天津泰达的 前博奥主力门将杜佳 也不幸中招 在客场挑战河南电夜的第八分钟 杜佳在面对对手的一次射门时 出现重大失误 眼睁睁地目送皮球 从自己的夜下滚进球网 从慢镜头看 建业外援奥兰多萨的 这角射门软棉无力 根本不具备任何威胁 而杜佳却在倒地扑救时 如同被点了血尾一般 为河南建业送上大礼 杜佳的低级事务 极大的打击了 泰达将士们的士气 这也最终导致了金门虎 在客场赋予了 球队保级的直接对手 可以说 杜佳在过去几个赛季的表现 不可谓不稳健 但如果这名年轻门将 无法改变自己 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的话 他将永远成为 泰达后防的一颗定时炸弹 相思病的症状有哪些 让天津权剑外援 帕托用本轮连载的表现告诉你 在上周再次表白 女星迪丽热巴胃果后 帕托在球场上 有如失恋一般跌跌撞撞 也许是急于将女神 展示自己的实力 在迎战深班马北京人和的比赛中 帕托陷入了单打独斗的偏执 在欧洲赛场上 就不以身体对抗文明的巴西人 却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冲击对手的防险 这也让帕托无数次被对手无谓的侵犯倒地 纵观全场比赛 帕托为球队奉献了全场最多的四角射门 但仅仅命中两次目标 而他61%的传球成功率 更是全剑队内的最低 尽管帕托在最后阶段 攻入了一笔安慰性的进球 但对于全剑来说 在主场爆了输给生班马的竞技 已经无法被改变 而帕托在封线上不知所云的表现 更是让所有球迷连连摇头 从本赛系的表现来看 帕托的所作所为 更像是一名网红段子手 而非职业球员 而我们也再次提醒帕托 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证明自己 还是征服女神的正确方式 黑榜的最后一位 属于大连一方的比利时外员 卡拉斯科 从任何角度来看 网络上疯传的那张 用100美元抹眼泪的表情包 很可能是卡拉斯科 在加盟大连之后的真实写照 而在球场之上 这名曾经在欧冠赛场上 一战成名的宝利时人 却始终无法找到昔日的感觉 本轮客场挑战状态不俗的广州复利 卡拉斯科在场上有如一颗无根的海草一般 随风飘摇 在富利的防线前 卡拉斯科根本无法在前场形成威胁 这也让大连一方的进攻 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 纵观全场比赛 卡拉斯科的四角射门 仅仅有一脚命中目标 而他原本就不出众的身体 也无法作为球队前场的支点 为队友输送炮弹 在冬季状会期大肆挥霍之后 大连一方却在中超的头两轮 收获两连败 且一球未尽的尴尬开局 诚然 球队糟糕的表现 并不是卡拉斯科一人的原因 但对于志在千里的大连一方来说 俱乐部花天价 购入卡拉斯科的目的 正是希望这名比利时果角 能够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 改变一场比赛 好我们看到今天这一轮比赛 我们来讲这个红黑榜 两位咱们可以说 这个之前是球队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队员 一个是帕托 一个是卡拉斯科 被凭上了这个黑榜 他们的表现也确实直接影响到球队在联赛中的发挥 问问两位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红黑榜呢 岳哥先来说 红榜里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黄子昌 大家很多人很感兴趣 黑榜里边卡拉斯科和帕托的入选 怎么来看 帕托可能由于最近太活跃了 就是这个娱乐圈越来越活跃了 老跟发微博 明颂秋波 这也可能是上黑榜的原因 但实际上我觉得卡拉斯科上 稍显的对他来讲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呢 第一个刚来 那么根本不熟悉 第二个呢 他周围的这种配合的团队 跟他的磨合程度 包括跟他的这个意识 技术战术能力的水平的结合呢 差距是比较大 对 所以我觉得他的表现呢 如果你分两方面看的话 其实可以把他放在这个相对 还算不错的这个行李当中 为什么两方面 一个是就是说是他的个人表现 只要是有球的情况之下 他的个人能力 包括那些摆脱射门呢 包括跑位啊 包括回追的这种投入程度啊 防守投入程度呢 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你放在整个战术框架当中 放在整个球队当中 你可以把他平地黑榜 因为毕竟球队表现是比较散乱的 是 但我相信 他的这个实力是在的 而且人家是在赛季当中是过来的 对 他的状态和能力 这个是不值得去怀疑的 大家怎么来看待呢 我第一场呢 上岗巴比林那场比赛 我也在现场 卡拉斯科呢 其实他的整个的一个表现啊 他的跑位啊 因为我们以前也转过 马进的比赛 相当的飘忽 然后呢 就有几次跑了很好的位置呢 整个的就队友啊 最后一方的队友 根本就没有 看不见 看不见 根本看不见 就这样一个一个点 然后呢 我作为他来说呢 我觉得他的心理想 因为王中刚才也提到 他的时差各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过来 包括球队的磨合 但作为职业球员 他还是很努力的 我觉得他从现场来看 还去迎合整个球队这样的战术 包括你看那次 30米的回追啊什么 就是说 这样的球员 假以时日 我相信如果整个团队 整个球队在战术方面 如果更倾向于他的话 我相信会有很好的一个感变 而且大连你知道吗 大连这个万达一回归 大家都在一股脑子喊 心血比较高 心血比较高 但是隔了多少年了 那个辉煌的时期当中 我们当时也讨论过 大连的那个时期 不管是在万达时期 还是在这个 当时的时德时期 他强的并不是天假外员 他强的是国内时期 国内的球员特别好 就跟现在恒大很相似 而他的外员 在这种水涨船高拖的情况之下 在配合之下 发挥更高的水平 那么现在正好是倒挂 国内的球员 大连一方是比较一般 外员又很高 所以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 你指望说足球三个外员 来带一帮人 而且下面还得有鱼二三的 我觉得这个是拉不动的一辆车 确实应该说 从外员来看 无论是在中后卫上 在前场的边风和前腰上 大连一方应该都是在国内 属于前列 但是足球比赛 11个人 这不是说这三个人踢球 我们五人制的话 可能他们是冠军了 但是咱们11人的正规比赛 对他们来说 本土队员的实力提升 或者说引进一些好的内缘 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当然刚才也聊到过 第二轮比赛 有多场焦点战役 国安和苏宁 包括咱们刚才也看到 上海德比 另外其实从第三轮来看 岳阁包括大翔 也有很多的焦点战役 上海上岗队会碰到广州福利 这就是第三轮的一场 真真实实的硬仗 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场比赛 做一做前瞻和预测 我挺期待这场比赛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队 目前比赛的当中是 技战术含量很高的两个球队 我非常喜欢看福利的比赛 你想福利这支球队 苏宁科维西一代 有了几乎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管是他的成绩 还是比赛的场面 我就很感兴趣 到底是用何种方式 把这种理念 植入到队员的本能意识当中 我们都知道 我们当然全都知道 这种不停的训练 用一种手段达到你愿意执行 能执行 而且呢 还有置入到你的大脑前世反应当中 这种训练的手段是非常厉害的 他的理念怎么样去执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斯科维西是非常好的 而且上岗这边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 但同时呢 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呢 而且就变在那个节点上 那么这种顺利 跟对方这种技术型足球碰到一起 这个比赛是好看 当然我感兴趣的 不是上个赛季 接下来梁子那些那些事 确实应该说 两支球运呢 明转给提醒咱们了 一个是上个赛季呢 其实在这个上一体育场 接下过梁子 另外 奥斯卡跟这个 对方的这个前锋 扎哈维 都是在联赛 开赛以后的状态 特别出色的队员 我不知道大翔 怎么来看待下一轮比赛 这样的一场球赛呢 我觉得上岗这一边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 这达了六七场比赛 主帅佩雷拉 完全是利用 这样一个一套阵容在打 就是说周中还有哑冠 打完之后呢 就是说到了广州之后呢 如果对于各方面的场地 天气 包括这些人 可能会进入一个疲劳期 我觉得佩雷拉 他自己可能 也有一些感觉到了 因为上一场比赛得比 你看他是最早 当然他是二比赛领先 当然他是比生化 要过更早的 去替换这些 123队员 然后换下奥斯卡 换下这些主力权 他们有一个轮休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在体能方面 打到六七场之后呢 我认为上岗这一边 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我们好像想到 这个上海上岗 接手以后的 第一个赛 就是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的这个阵容 同样是基本上 11个人不做变化 连坏人都很少换 而现在的这个佩雷拉 他的这个大名单里边 还有12名队员 就连这个一次登场 都没有过 就刚才大翔这个话题 我不知道刘悦怎么来看 上岗是123全 报名最多的球队了 这是12还是13个人 这个呢 也是决定了 在一些比赛当中 埃里克森的 换人的这个时机和力度 会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外籍主教练 他所承担的成绩压力 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科东上跟他签 不要成绩 今天你给我培养 10个年轻球员出来 他也能干得到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条的话 任何个教练 包括俱乐部 也不会说 我的合同上 不要求成绩 那么这个成绩压力之下 每个教练都会中和 会思考全面衡量 我这场比赛 去怎么样去来经营 但相对来讲 对上岗难度比较小的 就是什么呢 他的123球员 储备的数量和质量 包括可以胜任 多个位置的这个量呢 都比别的队要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 很有可能比赛 真正打下去 而且真正进入到 最难踢的是什么 在中国联赛 最难踢的是夏天 特别是南方的夏天 很多球队 是很难连续盯下去的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才真的看得出来 到底谁储备的能量 是最后的 是 而且要看看这个之后呢 应该说 在连续面对亚冠跟联赛 这个双线作战以后 佩雷拉是不是会在阵容中呢 去做出一些调整和轮换 也是看一看 连续面对一些硬仗 使他的临场应变的能力和状态 到底会怎么样 好 我们这边呢 会来给您送上第二轮 中潮联赛 我们给您所评选出来的 精彩的五家金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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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应该说在中超联赛短短两轮第一轮比赛给我们送上的这个惊喜是33例进球四位队员上演帽子戏法当当然在第二轮比赛中包括韦氏豪包括陈志昭都是轰出了世界波可以说年轻队员在这个舞台上会越来越多得到一些机会和关注而他们的这个成长其实最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他们个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刘悦怎么觉得今年U23这个政策升级以后现有的比赛中U23队员的表现怎么来点评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去年上一个台阶上这个台阶有三个这样的原因首先很多人像韦氏豪你像胡敬航他们去年已经受过锻炼了所以说这一年的积累因为我们当这个青年队的时候都记得你只要是打高学生比赛这个进步非常快进步非常快所以这种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肯定是有一些已经打过的非常好另外呢升级三个人必须上之后呢 这些人呢也在进入到这样一个锻炼的过程可能今年这些新上来的新面孔呢未必能跟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黄子昌啊包括上岗陈明斌这些全之外但实际上到明年这些人又会有一个台阶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效果出现可能真的是要两三年当然了我们可能更希望不仅仅是这几个已经展露才华的人能拔尖希望能带动这一片就这一片的人如果再有一些升级的政策就更好当然我说的不是在顶级联赛升级希望在他们对等年龄 一定的这个联赛当中能搞得更重视一些这样的话呢才真正让这一个群体受益而不是仅仅这些人受益其实呢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两轮比赛很短我也是拿到一些这个预备队联赛这个比赛的这个首发名单其实也发现很多可能在这个一队中踢不上球的23岁以上的队员一些老将你包括像苏宁的汪松另外呢包括一些外援因为外援有一些选择以后呢很多要踢亚冠的这个球队啊他必须得保留这个四个外援啊所以说有一些外援可能会在预备队联赛中出现 这可能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预备队联赛的一个竞争变得更激烈的同时水平也更高了大江是不是对于这个打预备队的一些123队员啊小队员啊对他们来说这个级别的联赛质量高了以后他们的出来的概率又大了呢因为整个预备队联赛呢包括还有U19啊他跟那个一队的成绩他是挂钩的到时候你可能一队整个的成绩如果说在分数啊各方面都有持平的话他可能看你梯队啊包括这辈子预备队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啊 就是说我和范子预啊范子预这边也有过一些交流就今年呢就是说从春花这边来看呢也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预备队预备队的这样一个一个断裂的机会因为很多大多数那个U23队员他可能还是打不上整个顶级的联赛嘛当然就是说这样一个政策出来呢对于像去年像上港中张华诚啊这种可能十分钟以后就下来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个U23队员在自身的一些要求上面可能会越来越高 然后呢你说U23其实他越个越知道我们以前也从年纪队员过来就是说他已经不小了其实他的心理啊各方面已经接近于一个成年队的球员你像吴磊他二三岁以下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已经蝉联那个中超的一个射手榜的那个蝉联了已经但是吴磊毕竟是吴磊只有一个人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这个平台呢应该对于整个的小将来说是一个他的锻炼的平台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还是要有耐心对于足球 我觉得还是有规律的嘛因为这些球员你在什么阶段就应该在什么阶段承受什么样的比赛包括承受什么样的压力但是我也接一句啊这个包括岳哥咱们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些规律啊但同时也是残酷的为什么呢U23的这个政策其实大量的球队在去年用的是一些比如说22岁的队员或者说23岁就真的差一点的这个队员但是呢到了今年他们这批队员可能也就锻炼了大概一个赛季不到对吧这就没机会了但是现在来看呢很多球队所用的队员呢都是来自于比如说像97年 98年的球员2021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也就一年两年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刘也怎么来看呢这个点其实我刚才那个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不仅仅是借着这个政策扒高了这几个人让整个群体这个收益收益刚才大将也说了这19岁年龄包括他的这个预备队也是跟一队挂钩我觉得挂的还不够狠你真正挂的够狠的话甚至说你可以不一定是用满三个 但是你可以在最终这个年底联赛排名的时候呢可能会一些精胜球的计算计分相等计算你再挂住什么呢你123球员年轻学员上场的总时间反正你随便用你只能用一个你可以必须用一个但剩下的那个你随便用 但到最终你可能累积达到一个时间段你就加一个积分可能这就是让有些教练觉得我不用这些年轻学员我打够了积分也可以有些教练就会想我一旦可以的比赛的时候我让他们上累积这个时间这样的话还有可能到最终年底算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再算总积分的时候呢你利用年轻学员这个积分加进去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意外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给教练员更多的他自我掌控的时间更好不然的话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球队上三个 外员最后有两个名额一定要换外员就换那个123上去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教练来说呢他临场的一个应变就一招对吧现在就是现在足球最好的一个手段就是换人对但是这个手段现在已经被卡住了你像那天申花和上岗两边同时都把吕云军换上去这边是换的是是谁我忘了两个成年换去剩下的那四个换名额就肯定是有两个大家都知道是谁了都已经被就是说给被限制出了咱们两个开讲话来说这个23岁 以上队员就可以换衣服就先去这个更衣室了对吧就差不多肯定不会登场了对我们因为我现在在作为一个讲师嘛在培训教练员我们也在现在认为就我们的课程里面没有没有这一招嘛有个没有这是不是要根据这样一个一招来来来有一些好的一些教练员培训就你现在你看上一轮那个华夏他是在商庭捕时他把前面一个U23再换下来对吧一般性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外员带两个手发的带两个那个U23 然后后面两个基本上都是很被动的很被动的我觉得特别是接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吴指导可能是最有最有体会的他一场超级杯一场联赛都是换完了就把自己给完全给战术给暴露在那个对方教练的面前是吧反过来我看那个下一场比赛 佩雷拉对那个弗力的一个比赛我倒觉得因为他用U23都是在比较顺手的情况下8比0 2比0的情况下我象征性的换一下我不知道他对于这个如果说跟弗力打比赛如果有一定的困难的话我倒比较感兴趣他是怎么去调配这个U23的这些对于这件事上我倒觉得中国也平等了为什么老外教练来中国他也没之前没经历过咱们说咱们这个先进的经验来学一学欧洲的一看欧洲根本就没这个那大家都平等了一起来研究吧咱们也看看这个足鞋啊 经过这一个赛季或者说半个赛季到时候他再看看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因为确实呢很多的一个突发的情况和一些现实情况呢是通过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来凸现的还是希望咱们这个决策者啊能够更多的去接接地气跟俱乐部也多交流一下而俱乐部呢应该去更加真实的把这个现实情况呢去反映一下咱们也是希望最终呢咱们的联赛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我们这边呢会来进入到下一个板块来看看这一期给您会送上的足坛大扫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